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2018新北市平溪天灯节中秋场活动 9月24号的晚上将在平溪国中温馨登场 活动当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12点 实施全面的汽机车还有脚踏车交通管制 而配合管制主办单位将会安排接驳车 一块去了解 平溪天灯节中秋场次即将在这个月24日 在平溪国中盛大举办 平溪局长也表示 市府一年举办两场的大型天灯节活动 除了元宵节当天以外 中秋场次也会盛大举办 欢迎民众来参加享誉国际的天灯圣会 传统天灯节就是月圆人团圆的一个 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个节庆 那新北市政府也在今年 我们也选定在我们中秋节年假 举办一个2018的国际天灯节的一个活动 那当天因为是连续假日的关系 我们市府有非常贴心安排一个接驳车的服务 那也希望游客多多利用接驳车的服务 另外活动当天会全面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立方分局交通主委表示 活动当日早上9点到晚上12点 实施全面契机踏车交通管制 配合管制措施 主办单位也将安排接驳公车 民众可以在木榨动物园 国道5号实定交流道 以及备防火车站三个站点搭乘 从早上9点到晚上 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 民众才离开以后 才恢复正常的通行 那管制地点从新店地区的1064到姑娘庙开始 到达我们十分地区 1064到平双产列到丁氏路口为止 共有八个管制点 那除了只有通行政及当地民众之外 所有车辆是禁止进入 民众也要参加这活动的时候 多多利用我们接驳公车及火车 到达会场 那火车可以从对方地区 就可以搭乘 预计我们是放八波 那每波大概就150颗天灯 那当天早上我们也会开放 让民众申请 就是免费的一个天灯释放券 那有兴趣的游客 一定要务必要提早进来我们平西 排完天灯券以后 也可以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 造访一下像我们邻近的孝子三步道 或是造访我们平西 或是金铜老街的商务券 据长表示天灯释放券 将于活动当日上午十点 在活动会场开始发放 有兴趣参与集体天灯释放的民众 起提前规划行程 早上领券下午又平息 晚上一起参与全世界都瞩目的 国际大型节庆 这奉将平常不到